來看一下 這一個題目部分的話 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它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把它去背之後再放過來 所以去背一樣 我這細節就不做了 反正你可以先用 我剛剛是用快速選取工具 先選大概 然後再利用套索工具 把不需要的去掉就是 減去 減像這一塊不要 減的話就從裡面選進來 不過這個可能要蠻耗工的 所以我就大概先把它去掉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沒選到 我就把它拉進來 然後把這一塊扣掉 那底下有沒有 這一塊也要把它扣掉 所以扣掉的部分 你就可以先一次性的把它扣掉 那因為這張圖的解析度並不太大 所以看起來有點鋸齒狀是正常的 所以我建議各位 將來當然你如果要漂亮一點的話 可能來源的這個影像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它的解析度 也不能太低 太低的話說真的 你看看你 你好像有去跟沒去差不多 OK 所以再來其他的增加 像哪些 這個地方要增加 所以切到增加模式 然後再把它從裡面選出來 這一塊 然後還有哪一些 這個 最麻煩是這個 這個 說真的 這個 這個最好是你看看 是不是可以去買 去買那個什麼 買那個 比 這個真的很難 而且你的滑鼠精確度很高 不然的話一抖就OK了 就沒辦法要重來了 OK 所以這個 這個真的不容易 選一個大概就好了 OK 好 那這邊就有了 其他還有哪一些漏掉的 看一下 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快速選擇工具 在這個上面 也還可以 然後Ctrl-減 好 那Ctrl-C一下 再來的話 就把它Ctrl-V貼過來 好 貼過來之後 它要蝴蝶 第一件事就是怎麼樣 我們把它做水平翻轉 所以編輯裡面有一個水平翻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那個 翻轉的部分 那如果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影像做 有任意變形 另外的話呢 這個Ctrl-T前面做過了 可以旋轉角度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旋轉 180度啦 或者是水平垂直翻轉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變形裡面有水平翻轉 這個功能在這裡 轉過來了 然後呢 並且再把它 旋轉什麼呢 我們用Ctrl-T有沒有 旋轉-15度吧 我記得 它-15度的話呢 那就是Ctrl-T 然後呢 再加上那個什麼 所以Ctrl-T 角度在這裡 這邊有個角度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輸入那個 角度 角度在這裡 更正一下 在這個地方 你就輸入-15度 這樣就可以了 -15度 那其實-15度 應該就等於多少 等於345度吧 如果你填345度是不是一樣 345 不一樣 360度- 不對耶 好啦 反正就是-15度 這樣的話呢 -15度的話 它就是變成逆時針15度就對了 好 那我們就打勾 然後把它移到應該放的位置 大概哪裡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張圖 Ctrl-減 反正設定一樣 放的位置在這邊 大概就空個幾公分吧 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位置 差不多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它的陰影 那陰影部分的話 怎麼加上去呢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陰影的部分 在這個圖上快點兩下 一樣會跳出什麼 圖層 樣式的混合模式 特別注意喔 記得從這個地方點兩下 一樣嘛 所以以後你要記得 有機關就在點兩下的地方 接下來的話呢 找到陰影 當然陰影還有內陰影 我們選陰影好了 然後陰影要怎麼樣剛剛好符合 我後來試了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要先把什麼 把陰影的地方點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 陰影打勾 然後把游標停在陰影的地方 首先的話 因為它那個陰影不是黑的 所以記得把那個陰影的效果 記得把它改成白色的 因為它現在陰影是黑的嘛 改成白的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那個圖 好像就是白色的陰影 所以你把它調成白色的 調到左上角這邊 按個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的混合模式 我建議我記得把它改成正常 有沒有發現正常就出現了 你如果改成色彩增值 好像就會比較不明顯 那再來的話 不透明度 這邊當然你100 有沒有 不透明度越高 它那個白越明顯 再來的話就是說 它的間距跟它的展開 間距大概5 然後展開多少 這個有沒有發現 展開了有沒有 OK 再來就角度啦 這個角度部分的話 你們也可以調一下 角度部分的話呢 看一下要調哪個角度 它會有角度上面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把它調到 90度嗎 90度太下面了 180 180是變這樣 這個角度可能再調一下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什麼呢 它的尺寸 尺寸原則上大概15左右啦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有這個 展開不要這麼大 展開大概5%吧 5%好像太少了 10% OK 那最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最後的話呢 我把那個 塗層有沒有 所以你們調完之後 那個 陰影的部分 我後來一個把它 看了一下發現 好像跟它要的效果 好像有點差 就是它透明度好像比較 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呢 不 就是透明度比較 好像 不是100% 沒有那麼白 所以理論上 假設你要接近一點的話 可能最後 還要再調一下 可能要把它調到80吧 可能我覺得更低耶 可能60左右 60好像比較接近 然後它的那個角度啦 光源這個應該90度應該差不多 然後展開可能沒那麼多 大概展開5吧 所以它5個像素 展開5% 然後尺寸大概是15 大概差不多啦 那其他 其他部分 也許你們可以自己再調調看 看看是不是有什麼地方 剛剛還可以讓它調得越接近 越好 這個細節部分 請各位 自己再把它完成 所以剛剛的部分是 第三題 那待會兒的話 再來看一下 第4跟第5 第4的話 就應該是4的部分 再 Rinで啦 6 層f 9 9 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